中共利用留守兒童參與疫苗試驗 日前在網絡曝光 引發議論 12月9日 有網友在微博爆料 陝西省衛南市林衛區多家鄉鎮幼兒園 以接種疫苗的名義 讓孩子們以志願者的身份參與疫苗試驗 每次採血後只給150元的交通補貼費 被通知參與的幼兒 都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的留守兒童 他們由爺爺奶奶帶著前往林衛區疾控中心 在那裡簽署ACYW135群脑膜炎求均多糖結合疫苗 CRM197在體知情同意書 接種抽血 事件在網上引發反響後 林衛區疾控中心通過大陸媒體否認事實 說是虛假信息 不過知情同意書顯示 這些孩子是參加項目研究 網絡截圖顯示 孩子的監護人與項目的研究者都有簽名 大紀元時報遍布全球 不受財團、政黨影響、真實感言 不管是想了解國際局勢、兩岸議題 或者想要預角於樂、豐富人聲 您需要的都在大紀元時報 訂報專線 0800-566-688 好,謝謝大家 好,謝謝大家 感谢观看